关注魔蛇电影 观看精彩解说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一个笨贼带领一群小黄人 去银行贷款 想要偷取天上的月亮 最终成为地球上最厉害神偷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一个旅游的小孩不小心掉到了金字塔上 旅客们悲剧地发现 这个金字塔居然是假的 而真正的金字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失的 于是各个国家为了防止文物丢失 埃菲尔铁塔禁止了参观 在万里长城下面也放置了很多的坦克守护 直到现在 警察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偷了金字塔 咱们的男主坏蛋书 是一个超级大坏蛋 他去买早餐时从来都不排队 还把其他排队的顾客都给冰冻住 而且他家里养的狗狗还是一只恶毒的狗 坏蛋书看到居然有人比他还坏 就连金字塔都偷 于是就有点坐不住了 他来到家里的地下室 拿出自己偷来的埃菲尔铁塔 还有自由女神像 决定召集小黄人启动一个新的宏伟计划 这一下 可把小坏蛋小黄人们都激动坏了 一个个的都拿出武器 就准备和坏蛋书开干 而坏蛋书这一次的计划就是 去偷取天上的月亮 以此证明自己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小偷 能跟着世界上最大的坏蛋 小黄人们可是高兴坏了 第二天 坏蛋书来到银行 这里专门给坏蛋提供贷款 帮助他们获得想要的资金 在这里坏蛋书遇到了另一个小偷坏小子 就是这货偷走了金字塔 老板对坏蛋书的奇葩计划并不看好 贷款当然也是没有拿到的 既然这样子 坏蛋书带着小黄人 决定去偷取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 无敌缩小枪 这东西能把任何东西缩小塞进口袋 可谓是小偷的神器 可东西刚到手 就遇到了坏小子拦路抢劫 完了之后 坏蛋书的小飞机还被坏小子给缩小 跟着的小黄人也落得隔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这下小黄人都咽不下这口气了 第二天 坏蛋书就去偷袭坏小子的城堡 那时万万没有想到 坏小子的安防措施比谁都狠 各种鲨鱼保镖 还有导弹部署 坏蛋书最终被打下阵来 而他看到一群卖糖果的小女孩 可以随意进去 坏蛋书想着利用这些小孩闯进去 于是坏蛋书打扮成医生来到孤儿院 想要和这些小孩混手 并且假装领养他们 小孩子们来到坏蛋书家里 坏蛋书的各种装备都被他们玩了一遍 连恶犬都害怕可爱的小毛海 小黄人看到主人失败的样子 只感觉自己也身无可恋 于是开始了自己的作死 各种尝试药水 想发明出更加厉害的武器 坏蛋书一边忙着照顾小孩 一边偷偷造小偷机器人 在小孩们去坏小子家里卖饼干时 其实坏蛋书制造的曲奇机器人 已经开始了偷缩小枪 最后在小黄人的帮助下 坏蛋书成功偷到了缩小枪 那有了缩小枪 离债月亮又进了一步 坏蛋书想着把小孩们扔到游乐场就跑路 而结果却是 他被小孩们带着玩过山车 被吓得开始怀疑人生 他这才知道和小孩们在游乐园玩 可比当小偷好玩多了 接着银行老板打来电话 告诉坏蛋书他的账户已经没钱了 这也意味着大票死中粉小黄人 又即将失去老大 想想坑过的主人 小黄人那个不甘心呀 关键时刻小孩们拿出自己的压岁钱 小黄人也拿出自己偷游船的私房钱 帮助坏蛋书渡过难关 坏蛋书那一个感动呀 这群小黄人果然没有白养 感觉世界立马美丽起来 也不想去偷东西 只想好好和小孩们在家里玩耍 博士眼看着坏蛋书越来越不像坏蛋了 这可不行呀 小黄人也整天无所事事 在家里完全没有斗志 没多久 孩子们还是被孤儿院接走了 坏蛋书这时却非常想念小孩 他决定重启偷月亮的计划 这一次不是为了成为大坏蛋 而是为了实现摘月亮给女儿的心愿 他想在大女儿生日的时候 拿一个月亮送给他 表达自己真的想成为他们的爸爸 这边坏小子在丢失缩小枪之后 找到了坏蛋老板 准备向坏蛋书发起复仇 就在坏蛋书发射火箭的时候 坏小子也想搭上顺风车 坏蛋书一路坐着火箭到达了太空 小黄人看到老大登月成功 那是激动到不要不要的 想着成为世界最坏坏蛋的小弟 走上人生巅峰那是指日可待 就在坏蛋书准备好一切 将月亮缩小拿到手之后 突然地球没有了潮水 连狼人也没法变身 博士也悲剧地发现 这缩小枪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天之后被缩小的物体就会被放大 而坏蛋书现在只想赶紧将月亮送给女儿 可来到孤儿院才知道 女儿们已经被坏小子绑架了 为了女儿坏蛋书月亮也不要了 也不想成为最厉害的坏蛋 而且还要遭受坏小子的一万点伤害 博士带着小黄人赶紧来救坏蛋书 把坏小子赶出了基地 而令坏小子没有想到的是 月亮已经开始在逐渐地变大 照这样下去的话 周围的一切都会被月亮压碎 坏蛋书赶紧去救自己的宝贝女儿 幸好在月亮变大之前 一家人都安然无恙地得救了 只有那个悲惨的坏小子 在月亮变大之前没有及时撤走 被吸在了月亮上面 从此 他只能一个人待在太空上 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地球上 故事最后 坏蛋书意外地成为了地球上最厉害的小偷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找到了一个更有成就感的目标 那就是好好地照顾三个宝贝女儿 把她们抚养长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魔蛇电影 观看更多精彩解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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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